你 你是陆江涛的哥哥吧 对 您是 你忘了我了 你们兄妹三人 前几天到我家去半夜 大吵大闹的 您是那个 我是陆江涛的班主任 林老师 你好 对 你好 你好 你叫陆江涛啊 对 我出去办事 路过这儿 顺便来看看 不醉了 说有集市走了 不上课的 集市倒是有可能 那行 林老师再见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跟你谈谈你弟弟好啊 好啊 你这个弟弟啊 就没有想来好好上课的 知道吧 他上这个课 我觉得纯属耽误事情 林老师 您的意思是 要不你们退学吧 自己不上 也不要耽误其他同学好啊 林老师 他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 惹您生气了 对不起 林老师 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 江涛哥哥 我看你们家里 经济上面 应该也不宽裕的哦 所以呢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打着上课的幌子 花着这个冤枉的钱 不就是想要套出 我爸爸那个朋友的信息吗 还没有这个必要的 文林老师 您误会了 真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啊 明天出时间啊 到我们系里 给他办一下退学手续就行了 自己不上 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好啊 林老师 您可能真的是误会了 我真的只是想让他送他 过来学习文法 没想到 我在这儿又碰到您了 有这么巧的事情呢 真的是这么巧 我们不是能想的那样的 江涛哥哥 你们要找的这个人 有那么重要吗 让你们兄妹三人 就三番五次地来找我啊 是 林老师 这个人对我们来讲 真的很重要 他是我妈生前的好朋友 只有他知道 我妈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样啊 我听这个陆江涛说 你们的父母不是已经去世了 对 我妈在生四期的时候 拿出血 那人都去世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还要找她的朋友呢 因为以前我妈得了一个新病 把她折磨得非常痛苦 一直到她去世 我父亲也不敢说 直到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张照片 就说只要找到这个人 就知道 我妈到底经历了什么 所以 这样 真好吃 我吃了啊 嗯 大鹤 二鹤 大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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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跟着 大鹤怎么 怎么跟林莎在一起啊 看见看见 谁 别吭声啊 谁 林老师 那就是那个 你故意去捉弄人家那个林老师吗 看着还挺年轻的 这么年轻当老师了 是 是 是 大哥跟他还挺 挺谈得来啊 还不是因为你 现在给你大哥找麻烦了 让你大哥给你擦屁 小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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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没准事情好善人 那 你还想不想知道 那个顾叔叔的消息了 我当然想知道了 您 您不是不告诉我们吗 嗯 要不这样吧 我从我家里呢 拿一张照片出来 你回去对补一下 如果跟你们家那张照片上的人 确实是一样的话 我们再想办法好不好 那就太好了 谢谢林老师 没有关系的 奇怪 什么奇怪啊 师哥 他怎么在这儿啊 你这是陆老大 陆老大是谁 这那呢 陆老二是他哥 他是陆江涛的哥啊 陆海哥 有意思 闺女 陆江涛那笔账 算了没有 没有 不是 你最近入手 那几堂家就着急出手了 哪有时间搭理他们呀 这事有意思了 师父啊 我愿调的 有点儿